宜家已受庆了整套被套产品不合格 被罚21万元 以履因为规备点名 11月10日消息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网站 公布了一则处罚信息 宜家贸易有限公司近日 因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等产品 被罚21.37万 根据通告 2020年9月25日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委托远东正大检验集团有限公司 对北京西红门宜家家居 有限公司销售的一家品牌 巴安斯里哲巴斯利底油耳 被套和整套产品进行抽样送检 检验结论显示 产品不符合相关要求 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2020年3月至7月 一家贸易有限公司 从境外购进一家品牌 巴安斯里哲巴斯利底油耳 被套和整套产品 共计1456件 此事已全部售庆 经统计 上述不合格的产品含税获值金额 106853.18元 销售所得毛利计7079.10元 扣除产品肖像税及进向税差额 920.28元 违法所得计6158.82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决定 对一家贸易有限公司 罚款213706.36元 没收违法所得6158.82元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017年10月至2021年8月期间 一家应警示标志不符合标准要求 违反广告法相关条例等原因 共被罚4次 罚款金额累计超65万 BIRG BIRG